首先我这里有两个Pick吧,一个是关于TokenDance,一个是关于Tick,因为比较就因为TokenDance目前来说我们是一个比较小的组织, 先给大家介绍,TokenDance我们可以理解是一个社区或者是一个道,然后我们源起于字节跳动里的web3的爱好者,是一个你可以理为是一个web3开发者社区,然后目前在字节跳动内我们有1200个成员,覆盖到产运年和研发,从上一次的TokenDance我们在11月底举办了一次TokenDance2022的大会, 大会覆盖了线上的15个圆桌主题的演讲,带来了10万人次的观看和30万次的点赞,还有一次线下覆盖近200人的线下会议。 自此之后TokenDance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使命和新的愿景,我们目前给自己定义的是华人web3的创新基地,我们希望能够去聚合华人大厂的员工, 通过我们对于产品的设计,产业的管理,研发质量的这种追求,去面向世界打造更多的web3的生态,然后去也去加速华人web2成材向web3产业的迁移。 然后除了我刚刚所说的字节跳动内的1200多个web3的开发者以外,我们也和阿里web3会拿800多名成员合作, 然后现在我们相当还会在持续去拓展整个社区的活动,包括说我们自己的一些建设。 然后目前整个TokenDance我们会聚焦在几个主要业务,其中一个业务是秉承我们隶俗华人,然后去面向世界的这个做法,我们会在近期甚至在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去持续举办这种行业的大会或者是峰会,其中TokenDance2022这样的会议我们会在预计会在每年都去举办一次。 然后接下来我们春季的Hackzone,包括说我们华人之声的TwitterSpace活动,我们还有我们的一些公开课,我们预计会我们现在的节奏是每一到两周会有一个小华小博,每一年会有一次大型的活动,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连接海内外的华人,然后来一起促进这个web3的生态。 然后除此之外,TokenDance作为开发者社区和连接产运研的一个纽段,我们也会去孵化或者是自孵化自己的Dapps产品,然后目前我们已经孵化的产品有一个AFT的票工具,那个我在第二部分会去再展开讲一讲。 然后另一个是一个叫Adventory Free的达人营销平台,然后目前也已经上线在投入时,然后如果有兴趣关注的小伙伴也可以去多多关注我们的推特或者和我们联系。 对,这个是TokenDance的主要的一些近况,然后第二部分会主要讲一下Ticken这个部分。 然后Ticken它比较有,一开始我们的思考是这样子的,本身因为大家也知道近期是世界杯,在历史以来,其实世界杯,体育赛事,音乐,电影,这类在线票物它都存在一些长期以来难以去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在传统票物市场,由于说经销商的提价,还有一些高比例的黄牛票等,会经常会发现票物会存在非常高的转售,然后包括说这会促使整个活动体验感非常差,然后纸质门票它天然存在着一些,比如说制作成本,防伪成本,验票成本,以及难以储存的问题。 然后即便现在已经从纸质票变成了线上门票,但是不管由于销售的平台不一样,生态不一样,商业模式,线上的票物数据难以去获取,甚至说在票物以外的,比如说参与票的用户数据,用户之间的社交数据,用户在票物或者平台生态以内的消费数据, 都是难以被追踪到,或者说难以被沉淀,也难以被使用。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户针对于这一类的赛事活动的年性特别低,也就是说可能往往,就是假如说我一个观众和一个艺术家,或者个性,我就是仅仅是一次性交易, 我买了一张票,看了你的活动之后,我可能就没有以后的其他活动。 那IFT它其实在满足用户对于活动的展示需求的精神层面的满足上,也满足了在不需要再去多平台, 不需要再去搜寻分散在不同平台的票物的这种功能上,它也能够去满足艺术家或者主办方和观众之间的情感纽带, 能够去衍生出来更多的玩法。 比如说因为我们都知道,票物的数据都在区块链上面, 那你的消费,你的社交,你的任何和线上的交互,都是可以被沉淀下来, 能够,或者是说它能够被使用,能够在社交化玩法或者是游戏化玩法, 去萌生出更多的,能够促进整个生态,促进项目方与观众,促进整个商业体系的一些变化。 然后这个是最早我们去做IFT票物工具,Ticken这个产品的一个初衷,也是我们发现的问题。 然后目前整个产品,我们已经在线上使用, 目前在11月底的TokenDesk2022大会上面, 我们结合了一个硬件显示屏,去做了一次比较流顺的体验。 然后在12月底,我们和Plugchain实验室会在云南有一次线下的, 涉及到若干千人的一个加密音乐节, 到时候也会做官方的验票产品去推广使用。 然后在后续节的,然后简单讲一下我们的产品逻辑。 它既然是一个IFT的票物工具,那它本身会有几个核心的亮点。 第一个是主办方,或者是说需要去主办活动的用户, 它可以临门槛的去创建一个IFT, 然后将创建出来的IFT门票分发给需要去参与的观众。 然后基于现有市场上比最常见的票物用法, 我们提供了若干个智能合约, 通过不同智能合约的方式去满足到不同类型的活动。 比如说我们提供了邀请合约, 也就是说你创建一个IFT门票之后, 你可以通过邀请的方式点对点地邀请你的定向邀约的朋友或者是小伙伴来参加。 然后我们也提供了返佣的票物模式, 也就是说你设置了一个返佣比例, 并且设定了一个费用以后, 你的下限或者你的多层下限的每一次票物售卖, 你都能够获得相应的收入。 还有包括我们提供给了对于票物的数据隐私有比较高要求的提供了月后计分这样的一些体验。 然后在后续我们会针对展览, 体育赛事, 电影等等市场去针对性的开拓更多的模式以及更多的活动样式来提供给大家使用。 当然我们也会结合目前区块链上流行的AIGC的能力, 能够去更加灵活通过组合的方式, 或者是开放社交的方式去为整个产品注入更多的玩意。 然后也希望有兴趣的同学后面可以多多关注我们。 这个就是目前这个票物工具Tikken的一个概括。 然后后续会有展鹏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它在技术开发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包括说在思考不同的活动类型的时候, 在技术上怎么去做兼容来达到一个平衡的现状。 对, 那下面时间我们就交给展鹏。 然后那个接下来就是我们本来还有一个同学叫Thomas, 然后会来跟我们讲述一下AIGC在票物工具上面的实用。 就最近大家都了解到国内中招了, 所以他现在人在发烧在休息, 所以就后续我们会邀请他再来上面给大家补上这个缺席的坑。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然后是Token Dance这边的一位核心, 在这边从零到一的这样去开发了一款Tikken这样一个产品, 然后我在里面是负责整个的这个后端和合约的一个开发, 然后给大家很友谊性给大家在补金传社区能够讲一下整个Token的一些技术上面的思考吧。 然后我会分成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我们怎么样去快速的临门槛的去创建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 因为我在我们在这个技术也好, 在这个产品思考的层面也好, 我们在做一款web3的一个产品, 最重要的是能够让用户快速的用起来, 在可能在10分钟或者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面能够弄清楚他的玩意能够成功的在上面去创建一次活动。 我们目前的话的产品的话有这个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产品是一个可以去让用户让主办方在上面创建活动的一个产品。 比如说他可以创建一场线上的这样一个一起观影一起会议的一个活动。 同样也可以创建一些线下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私密的一些然后像这种露天的音乐节等等这样的一个。 那么我们在其中呢会有各种不同的活动类型的一个支持。 然后我们在这个首先我们这位产品会做出一个happy path的一个思考。 这个可能比较偏技术的一个用语, 就是说能够让用户比较愉悦的心情下能够体验到这款产品的一个核心的功能。 在我们这款产品中核心的功能就是创建我们整个的一个活动。 比如说用户可以点进去我们的页面之后来到有一个创建活动的页面。 他可以选择活动的类型。 我们现在支持几种活动类型比如说普通的一个活动像我们的线下的邀请的。 然后还有一些是返用类的活动是可以无限的去邀请。 还有一些是只有项目方能够空投邀请这样一些活动。 那么用户在选择好这些活动类型之后可以去填写他们这个活动的一些基本信息。 比如说活动举办的时间,活动门票的一个价格, 还有活动的名字顺便我们可以去通过用户主办方主动的去上传图片或者使用AIGC的技术来生成一场会议的图片。 接着点击创建活动的一个按钮,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去创建一场活动。 接着我们会跳转到一个活动本身的一个主页上profile的一个页面, 让主办方可以非常快速的通过点击按钮进行链接或者二维码的一个活动分享。 它可以分享到任何一个社区,比如说像微信,像推特,像reddit,像discord, 任何一个社区,用户只需要点击链接或者是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活动页面, 进行一个门票的对,这个就是我们整一个的一个所谓的happy path, 它可以包含的功能就在于创建主办方创建活动,然后这个用户或者说叫我们的这个参加活动的人能够去拿到这样一个门票。 接着呢我们还可以在happy path在活动举办的时候结合线下场景让用让主办方主动的去扫码去给用户进行一个签到。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happy path,接下来我们简单的说一下tiken在这个中间使用到的一些技术, 比如说我们作为tiken是一款完全的全web3的一个产品,我们在中间并没有这个后端的逻辑, 我们全部的这个所谓的数据存储还有各种这个数据的流转, 我们全部都是通过智能合约来进行实行, 然后前端的通过可以通过metamask也可以通过一些不同的钱包, 它只要支持我们的rpcjsonrpc的一个接口, 那么就可以连接到我们的以太坊或者说polygon这个区块链的主链当中, 然后跟我们的这个dapps去进行交互,跟我们的合约进行交互, 然后我们的可以说一下这个我们后面合约的一个主要结构, 我们现在分成了两个主要的一个合约模块, 第一部分我们把它叫做juno,juno合约是我们的一个门票管理的一个合约, 他负责用户他负责活动列表的一个存储,创建活动的入口函数, 还有一些用户可以方便的去管理他们参加的活动和创建活动的一些辅助类的工具函数, 这个合约它包含了主要功能就是去做一个admin, 或者说做一个管理员这样的一个操作, 然后第二部分合约呢我们叫把它叫做这个namsi合约, namsi合约就是我们的一个ERC721它的一个implement, 它的一个实现的一个合约, 在每一次用户创建活动的时候这个admin的合约就是我们的juno合约, 它都会去自动创建一个namsi的合约, 然后呢让用户可以在不同的活动中发行不同的ERC721我们的这样一个ft, 来生成我们不同的这个门票的ft, 然后像juno合约和namsi合约, 他们是通过一个poxy去进行一个代理的调用的, 那么不同的这个namsi合约呢他们之间是没有通行, 然后在这个在这个juno合约当中他们就会有这样一个数据的一个双向, 然后能够做一个数据规矩这样一个作用, 同时我们在不同的活动类型当中还有不同的这个namsi合约, 比如说我们的私密会议和这个普通的邀请会议使用的是两种不同的合约, 他们有寄存相同的接口, 但是是不同的实际, 然后我们预先部署好了逻辑的合约, 然后将每一次在这个juno合约在创建新的活动的时候会部署一个新的存储合约, 作为一个delegate call的一个代理, 同时我们还使用了比较创新这个chain link的一个automation的一个技术, 可以将namsi合约上面的一些内容通过automation的这样一个回到制把, 把一些数据我们我们的智能合约, 归集到我们的juno合约里面做一个数据统计的作用, 同时我们还这个根据不同的用法, 然后做了一个月后几分, 也就是我们当我们参加完活动之后, 我们就会把门票的nft给粉毁掉这样的一个机制, 然后机制呢同样也是通过chain link的一个定时器来进行一个实现的, 然后整体的这个智能合约的一个技术, 大概我们就介绍到, 然后可以简单的说一下我们整个tiken的一个技术, 我们的tiken的这个创始的团队的成员, 我们基本均来自于字节跳动, 然后在字节跳动期间作为honor, 我们也落地了各种大型系统, 有比较强的技术能力和较为丰富的一个牵移能力, 然后我们也可以将web2中的领域知识, 就是我们对这个tiken的呃技术规划, 还有一个技术的一个目前的现状, 还有对这个成员的一些我们技术能力, 一个简单的示范的一个总结吧, 然后我呃我说的也差不多了, 对目前它是个demo的状态,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版本在现, 然后第一是我们支持目前支持小狐狸钱包, 后续会把其他的钱包以及其他联斗支持上, 对,然后一般来讲, 一进来首先是会有我们的品牌介绍页, 然后进去之后他会要求你连接小狐狸钱包, 然后连接之后, 如果你本身已经是有票的, 就比如说你之前参加过活动, 那这里会显示出来你曾经参加过的票, 然后我们随便找那个票去去查看一下, 因为每个票对于你来讲就是一个nft, 你在钱包里可以查到这个nft的存在, 然后比如说如果是这个票, 它是一个测试票, 那通过测试, 在验票的时候可以通过二维码的方式, 展示给验票端, 或者是通过小狐狸钱包扫码的方式, 我们之前和硬件的Vide那个品牌的合作, 是可以通过小狐狸钱包扫码之后, 直接检验合约里的是否存在nft票的这个方式, 去做验票, 对, 这是一个邀请票, 也就是说你拥有的日帐票, 你可以通过邀请的方式, 这个是个交互问题, 因为我这个是个demo, 那个可以通过邀请的方式, 把这个邀请链接发送给你想要邀请的用户, 他点击之后只需要支付少量的gas fee, 因为我们这个是目前会部署在Polygon上面, 支付少量的gas fee之后, 他就可以获得一张二代的nft门票, 对, 整体来讲, 它的目前的形式是这样子, 然后后续我们在产品的打磨, 包括UI上面, 包括产品体验上面, 包括发布nft上面, 都会有一个新的版本出来, 然后后续也可以希望各位同学多多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